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到石澳的四个地点进行实地考察 以了解各种侵蚀和沉积形貌 这四个地点包括 考察点一 石澳泳滩 考察点二 石澳山仔的甲角 考察点三 石澳山仔和大头洲的连接处 考察点四 五分洲 首先 我们来到第一个考察点 石澳泳滩 这个是一种沉积海岸形貌 海滩一般可以分为三类 沙滩 卵石滩和巨匿滩 石澳泳滩属于哪一种海滩呢 你怎样得知呢 你知道形成这个海滩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呢 你可以逐一研究以下条件 泳滩面向的方向 泳滩的波度 波浪种类 沿岸飘移的方向 在前往下一个考察点前 记得细心观察和进行量度 完成科本内的表格 现在我们会步行至泳滩的左方 并穿过石澳村 来到石澳山仔的甲角 这个是第二个考察点 在石澳山仔的甲角上 我们可以找到一块平坦的石台 这个是一个海食平台 这个形貌是由强烈的波浪侵蚀所形成的 波浪持续拍击海岸 在脏潮和退潮之间的区域 会出现底车 形成海食粒地 低切持续 海食粒地扩大 沿随部分最终崩塌 形成海岸 经过一段时间 海岸往陆地后退 在前方 剩下一片由岩石构成的平地 称为海食平台 在前往大头洲最高处的途中 我们会经过一个海岸的顶部 在那里可以见到另一个海食平台 根据以上形成过程 你知道形成海食平台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会前往第三个考察点 观察另一种海岸形貌 我们可以站在小桥上 观察位于北面连接石澳山仔和大头洲的连岛沙洲 造成这种海岸形貌的物质是什么呢? 没错 就是沙粒和巨粒 连岛沙洲是一种沉积海岸形貌 你知道形成这个形貌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呢? 在小桥堆开有一片红树林 你知道是什么有利条件让红树林得以在那里生长吗? 你可以从红树林的位置 沉积物的供应和潮值 思考红树林的生长条件 现在让我们向山上走 前往大头洲的最高处 这里是第四个考察点 我们可以从大头洲的最高处 跳望南方的一个岛序 这个就是五分洲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岛序会名为五分洲吗? 这个是因为岛序上有四条大型列缝 将岛序分成五分 这些列缝是贯穿岛序的断层和岩墨 断层和岩墨通常是弱线 强烈的波浪侵蚀会令弱线扩阔 你能不能够辨认出岛上有什么侵蚀海岸形貌吗? 对了,岛上有海食隙 海食隙的位置和岛序的岩石结构有什么关系呢? 完成考察后,赞写报告 说明为什么石澳海岸会出现侵蚀和沉积形貌 你可以参考课本内的指引来赞写报告 紧记在报告内展示实地考察搜集得来的数据或资料